胖宝宝需不需要控制体重 网友评论 竟计划家庭矛盾 好多的都是在底下给我留言 说你们父母怎么当的 说我们拿孩子出来赚钱 说不管孩子的健康 我只是说适当地控制一下饮食 不是说不让你吃 那孩子正在长身体 你为什么要给他控制呀 我一说你就这样子 网红宝宝 金人驾到 欢托热舞 蒙翻众人 少吃净比多吃好 儿童到底该如何均衡饮食 对于我们吃东西的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多油不及呀 有可能还会因为你这样的放纵孩子 导致他的营养不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一吸收少上火的 羊羊一百羊奶粉独家冠名播出的 辣妈蘸奶爸 大家好 我是丢丢刘孟娜 辣妈蘸奶爸育儿无小事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帮嘴团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比你了解自己多一点的心理老师 石瑜 大家好 我是叶叶成 是外交官杂志的注册过记者 也是一个十足的女儿童 两位好 我们今天到底会聊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啊 我想先把我们的嘉宾请上来 我们今天的这一对 辣妈奶爸他们的孩子 已经是一个网红宝宝了 好 我们现在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这一对辣妈奶爸上场 哈喽 哈喽 羊羊一百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羊羊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叶叶的妈妈 辣妈 张婷婷 大家好 我是叶叶的爸爸叫杨振伟 那二位到底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育儿难题呢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短片 嘿嘿 可是最近有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她 妈妈告诉她 多吃才能长身体 爸爸却说 要少吃控制饮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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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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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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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啊 我真的好啊 好啊 我真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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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羊你别吃了 咱连嘴都没咸子了 这奶 这奶 吃点怎么了 小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呢 哇 看完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转片里的责成宝宝特别的可爱呀 当当 这两位就是责成的爸爸妈妈了啊 特别的让人羡慕 你们的宝宝好棒啊 特别可爱我觉得 那现在你们两位来分享一下吧 我们现在遇到的育儿难题啊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吃东西嘛 他现在不是因为有些胖嘛 然后他爸爸就是反对我 然后就让我控制他这种 不让他吃东西这种 啊 就是你觉得孩子现在有点偏胖 嗯 是的 是的 应该结实 就是适当地控制一下 已经是吧 也不是说完全不给他吃什么样子 这点和妈妈的分析很大吗 嗯 对对对 所以二位的分析很明显了 就是这个胖的宝宝 需不需要控制一下体重呢 那关于这个话题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参与的话呢 也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啊 参与到我们实时的讨论当中 分享一下我们羊羊100育儿大数据 目前赞成责成妈妈观点 这个占比呢 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 那这是奶爸这边要控制饮食的 有百分之三十二啊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小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啊 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大概平常吃多少 您来跟我们形容一下 吃多少的话 一般因为他他本身 他也喜欢吃一些米饭什么的 然后他爸我就说嘛 米饭热量高嘛 不让吃这些 爸爸现在觉得你的困扰到底在哪里 自从到在网上火了以后吧 嗯 网上的有有有些的网友们也有评论的 说什么胖呀什么样子 家长也不管 其实我和妈妈听了听了一些心里 挺不舒服的 怎么说呢也不舒服啊 嗯 我在没胖之前 我给折腾妈妈说 我要说适当的一个个人控制一下饮食 但是折腾妈妈她不听我的 哈哈哈哈 现在孩子正在长身体 你为什么要给他控制呀 对吧 我觉得还到了自然他那种抽调的时候嘛 他自然就会瘦了我觉得 我们现在才四岁 我只是说适当的控制一下饮食 不是说不让你吃 你天地我一说你就这样子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我们两个经常会有争执的 就这个问题哈 那刚才那个我们的奶爸说到 就是在网上网友的这些评论 就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更健康啊 体育稍微布置一下 对 好多的都是在底下给我留言啊 说你们父母怎么当的 然后就是说嘛 说我们拿孩子出来赚钱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这样说 说不管孩子的健康 其实我们是有 就是给折腾去权威的医院嘛 做完做检查嘛 然后所有的检查 就是体重超了一些 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也是就说话嘛 有的是晚一些 但是好多网友就说 会不会与这个胖有关啊这些 但是所有我们都检查 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属于早产 所以他的语言啊什么的 就要比别人就是 发育的晚一些 发育的晚一些这样 所以和体重也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的 然后体重呢也没有超出很多 对 其实说真的 因为他爸不是不让 给他吃这些东西嘛 然后我也就是适当的 给他少吃这些垃圾食品 就是正常的吃饭是要吃的 然后就是特别 每次接他去放学嘛 首先我想说一下刚才网友这个问题啊 只要自己孩子像你们说的 已经医生检查过了 健康没有问题 不用去担心他们说的 然后我的观点 当然就是随着说 就是只要是孩子能吃能睡能喝 健健康康的 不需要太过控制 因为实际上说的好能吃就是腹 听到没 听到没 改爸的观点是什么 我感觉还是适当的控制家伙 但是这种肥胖会不会影响到他以后青春期的发育 或者说影响到他的心理 我看过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这个有调查 如果就是和儿童六岁之前的肥胖 如果不得到控制的话到成年的肥胖率达到25%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看折腾现在胖嘟嘟的挺可爱的 妈妈的心态比较好 其实幼儿园就开始有这个体育课 小学就更有了 然后课余你带他去室内游乐场 或者是一些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然后小孩他自己在发育 很快这些什么baby face都会消失的 根本不用我们操心 有的时候是在一定年龄 有的人会消失 除非遗传 我看爸爸也不胖 但我小时候 你干嘛指着他 除非遗传 对对对 小时候别人也叫你小胖 有 有 每年到同学聚会 还有人喊小胖 对 我的一个表弟 他就是非常非常能吃 就是带他去吃自助餐的话 能把老板吃吃吃的亏本 然后我有一次去接他放学 那么忽然就听到他有同学叫他 说那个陈胖子你过来什么之 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他却反而恰恰恰地跟我说 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可能比别人多多那么几斤 可能别人就是说一个不开心 我们要打架了 动起手来了 他们打我一下我也不会觉得疼 挺好的 因为我的肉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大人 反而想太多了 他们的内心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脆弱 对 首先是让他们自己要能够 开心地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 和别人的不一样 对 所以我发现有很多爸爸妈妈 其实他会认为自己的孩子胖 然后拼命地去控制饮食 但事实上孩子并不是真的胖 然后还有一部分家长 完全就反过来了 是我认为我的孩子不胖 但事实上我们要经过医生的 这样的测量的话 发现你的孩子真的是 已经超重了 我想告诉大家 而且成人用的 我们经常算是不是很胖的这种 我们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叫DMI指数 是用身高和体重 我们来计算的 计算出来 然后呢 但是孩子又不同 我们还要需要测 他的头围和相关的一些数据 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 所以说还是要到专科的医生 去帮忙来做这个测算 这个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哲成他每天就是吃完晚饭 还出去到广场上去玩 去跳舞什么的 他就是特别喜欢跳舞 真的啊 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心 因为他每天的活动量真的很大 你喜欢跳舞很好 这就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 那他应该是年纪最小的 广场舞者了吧 这个我不敢说 所以我也很担心 我在想这个小朋友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胖呀 还是说爸爸妈妈误以为 他这个小胖子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小主角 请上来呀 太好了 好 我们掌声有请 羊羊一百带我们的小测诚上场哦 哈喽 哈喽 你今天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啊 哈哈哈哈哈哈 爱的是非对错也太多 来到美非色物的场合 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 羊羊一百羊奶粉 辣妈蘸奶爸马上回来 爸正在播出 本栏目由一吸收少上火 羊羊一百羊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谢谢 来 欢迎我们的小泽正 萌萌的萌萌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说他是真的饿吗 有的时候想吃东西 对 好多好多孩子是这样哈 就是啊 吃东西 有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孩子不好哄的时候 会拿一个食物 然后来告诉孩子乖来宝宝吃东西啊 我们家就是你小的哭的时候 你塞点那种酸乳豆 他就似乎就分散精力了 对还有的孩子呢 他是从小的母乳的时间不够多 所以说用口预期并没有完成 这个时候他嘴里会嚼东西 会让他感觉到很安全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就是好多孩子并不是真的饿 而是他有吃东西的这个习惯而已 这也是爸爸妈妈的一个误区哈 就以为自己的孩子 那一定是少吃 一定就是会瘦下来 或者说体重不会变胖哈 不是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她特别可爱 然后觉得自己的孩子真是太贪吃了 然后就给他往嘴里面会放那个化煤 正好把嘴巴沾住 所以不吃其他的东西了 可能就不会胖 但这个是错误的 当然营养师会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哈 这个化煤里面的热量大概含量多少 真的比他吃主食还要会胖 啊 所以说我们妈妈们 我们要有的时候 真的要问一问营养老师哈 好多食物的这种热量的含量是不同的 有很多是看似他不胖 事实上他最长肉了 其实爸爸刚才说了一组数字哈 有大概25%的孩子 对对对 如果他小的时候胖 他长大以后还是会变成一个偏胖的 这个体型的 这组数字真的非常可怕呀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哈 很多是跟孩子的这种饮食习惯的养成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物质风雨的年代哈 我们不是说要给孩子更多的提供这样的食物了 我们是要限定孩子会怎么样才能让他吃的会更健康 所以我们认为的哈这种控制饮食是要不是说饿着孩子 是要他更合理的安排他的饮食 他其实小孩子不可能像我们成人一样去节食 去跟他说你像早餐中餐晚餐你应该吃什么 不吃淀粉什么的 不可能这么严格的去要求他 因为毕竟他会发育 他慢慢的他就会瘦下去 所以叶老师的理论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 不要控制他这个发胖的小朋友的饮食 是说不要控制让他饿 对 因为饿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不是真的生理上的饿 他只是嘴馋 嘴巴需要 如果哈他是在家的没事的话 他看电视或晚上手机 他嘴里也喜欢吃东西 我要在家基本上不会给他吃 我在家我一般我会肚子烦 这样的特别不好 就是宝宝一看到爸爸就得管住嘴 看到妈妈的时候就可能稍微放开一点 一心一心 这样的孩子就是他的饮食并不规律 饮食不规律的时候更容易发胖 就像我们成年人他在控制体重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管住嘴少吃一点的时候 那往往下一顿会有补偿心理 他会吃的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宝宝身上 爸爸控制了 妈妈就想补偿孩子 你看爸爸刚才带的孩子也没吃好 没吃饱的 那我多给一点吧 他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前提 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数据 还没有超出对 都是正常 特别严重的那个值也基本正常的 对 千万不要认为现在有没有 因为很多疾病 它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但是肥胖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确实还是一个隐患 可能现在没有出问题 但是日积月累的话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对对对 爸爸在外面停了好久 对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具体的 既然其实双方都说到了 不是要饿肚子 是吧 也不是要塞成个胖子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合理的吃健康的吃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认为先天的 都是认为多比少好 比如说给孩子能够多吃总比少吃好 总比饿着强 然后多穿一件衣服总比冻着好 那就像孩子说多买玩具 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它可能会引发孩子的注意力 会有问题 没有办法很好的集中 所以对于我们吃东西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多油不及啊 就是你多给他吃的东西的话 很可能他的营养素 并没有说你真打到点了 我真的是吃到了饮食均衡 不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还会因为你这样的放纵孩子 导致他的营养不良 所以说我们妈妈要 首先要学会 你们最常食用的这些食物的这些热量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宝宝每天的这个摄入的热量 是不是已经超标 如果已经超标的话 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 比如说少放一些油啊 比如说再多增加一些水果 和蔬菜啊 多加一些这种纤维 含量比较足的一些食物啊 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选择 那还有啊 就是爸爸妈妈 我们要协调统一 不能说爸爸要不准孩子吃 然后妈妈拼命的给补偿 确实妈妈要和爸爸要沟通一下 就是能稍稍达到一种平衡 可能对他的这个健康的饮食管理 会更科学一些 孩子红包给家长还是给孩子 霸气辣妈手握财政大权 态度强硬 我希望我的小孩 可以对自己的红包有完全的支配权 奶爸以理俱争 不肯退让 孩子呢他还是太小了 他对金钱没有概念 红包到底属于谁 专家名嘴战火升级 你的孩子得到红包的时候 他付出了什么没有 你不能把孩子的礼物拿走呀 要不孩子自己保留他那个礼物啊 红包大战即将开始 请关注明晚的辣妈蘸奶爸 学龄前孩子的红包 到底是给家长还是给孩子 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讨论和分析之后 现在网上的朋友们 对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这个比例 到底有没有变化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羊羊100 送上我们的羊羊100育儿大数据 来有请羊羊10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到我们的羊羊100的 这个育儿大数据的最新的数据 支持辣妈啊 这个胖宝宝不要控制饮食的 站41.8% 支持奶爸的啊 还是要控制的站 百分之五十八点二 所以现在大部分呢是支持 要控制啊 要科学的去安排 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辣妈奶爸 最终你们回去之后 会怎么去解决 我观念还是坚持 对就是控制是要控制 就是以后乱七八糟零食啊垃圾食品啊 不给他吃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正常吃饭 其实我感觉 还是有些食品 高热量的食品尽量被给他吃 但是 反正我们都是希望做父母的 都希望孩子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就是孩子开心我们都开心 宝宝胖 要不要控制饮食 那其实呢 我 要 要不要 不要 要 要啊 哈哈哈 他说你太可爱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观点呢 我觉得啊 我的态度是 我们要学会培养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啊 然后呢 他只要不超出一个非常病态的范围 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孩子的开心和健康 是爸爸妈妈最想看到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基因卡通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同时还要感谢羊羊100羊奶粉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羊羊100的羊羊一倍系列也全新上市了 这是更适宜中国宝宝的羊奶粉哦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每周三四晚的9点25分 辣妈 蘸奶爸 育儿五小时 扫描二维码 关注基因卡通官方微信 回复辣字 参与辣妈蘸奶爸有奖投票活动 如果为支持率高的一方投票 就有机会获得 羊羊100羊奶粉准备的惊喜大奖哦